球权还在身心里 小新线打门球进了 12月2号晚11点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 葡萄牙队对阵韩国队的比赛 在教育成球场进行 小组赛前两轮 葡萄牙队取得两连胜 已经提前出现 韩国队一平一负在小组中垫底 想出现必须赢下对手 第五分钟 39岁老将佩佩在后场送出长船 前插到前场右侧的达洛特接球过人 来到底线前倒三角回船 奥尔塔轻松推射破门 葡萄牙队1比0领先韩国队 第十五分钟 坎赛洛在前场17分钟 孙新铭在前场左侧将球掉入禁区 曹归成在前点头球后层被迪奥哥扑出 随后金争珠补射破门 不过此球越位在先 进球无效 第24分钟 葡萄牙队前场左侧船中 进区内金银权抢在C罗之前 将球解为出底线 第27分钟 韩国队左侧脚球开到进区 C罗没有睁顶而是躲了一下 皮球砸在他的后背上反弹到门前 金银权顺势扫射破门 韩国队1比1葡萄牙队 上届世界杯 作为后卫的金银权也有进球 他攻破过德国队的球门 第30分钟 C罗有了将攻不过的机会 佩佩在后场大脚解围 皮球来到C罗的脚下 他接球单刀杀入进球 慢镜头显示 C罗越位在先 第35分钟 迪奥哥大脚开出球门球 达洛特前插到进区前 接球之后打一脚远射 金城奎将球扑出底线 随后 马里奥开出左侧脚球 韩国后卫投球解围 进区前的维地尼亚 迎球抽射 皮球打得比较正 金城奎将球抱住 第36分钟 李刚仁在侧后方 铲翻了维地尼亚 吃到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一分钟之后 葡萄牙队打到进区右侧 队友为C罗架炮 后者的抽射被韩国队后卫挡出 第40分钟 孙新敏在进区前 左脚打远射 皮球力量不大 贝迪奥哥得到 第42分钟 葡萄牙队前场右路船中 韩国队后卫解围出进区 维地尼亚接球再射 金城奎奋力扑出这脚远射 随后门前的C罗面对空门居然顶偏 第44分钟 葡萄牙队再次从右路把球传入进区 无人防守的奥尔塔接球转身 一脚抽射被金城奎扑出 上半场结束 两队暂时打平 下半场一边再战 第52分钟 葡萄牙队前场挑船 进区内的C罗转身扫射没打正 金城奎将球得到 第56分钟 韩国队打出反击 孙新明在禁区右侧接球就射 葡萄牙队后卫将球挡出底线 第65分钟 C罗被换下 安德烈·席尔瓦登场 韩国队也换上了黄喜灿加强进攻 两分钟之后 韩国队攻到禁区前 韩国队一脚爆射被迪奥哥扑出 第70分钟 韩国队前场左路45度船中 孙新明在禁区右侧直接抽射 皮球击中坎塞勒的内部之后 反弹到手臂上出了底线 韩国队索要点球 裁判不予理睬 第74分钟 韩国队获得禁区前偏右的任意球 李刚仁主罚 皮球绕过人墙也高出了衡量 第80分钟 效力于山东泰山的孙准浩替补出场 葡萄牙队也换上了B席 第90分钟 葡萄牙队的脚球被解围 孙新明带球打出反击 他长驱直入来到禁区前 吸引两名后卫之后送出妙传 替补出场的黄喜灿顺势扫射破门 韩国队2比1截杀了葡萄牙队 最终韩国队2比1逆转葡萄牙 最终凭借进球数优势 利亚乌拉圭以小组第二出现 现场一共有44097名球迷 见证奇迹 韩国队压绍反超出现 葡萄牙苦等20年复仇失败 在黄喜灿打进捕尸绝杀进球之后 镜头立马对准了C罗 葡萄牙队长瞬间黑脸 他本届世界杯三次被提前换下 有两次都会丢球 全场结束哨声响起之后 导播把镜头对准了直接参与绝杀进球的孙新敏和黄喜灿 两人喜极而泣 流下了男儿泪 因为前两轮只拿到了一分 全世界都以为韩国队要出局了 外媒预测他们出现概率只有9% 他们的当家球星孙新敏甚至遭到了网爆 但这个夜晚 他们面对小组第一的葡萄牙 打出了血腥一战 这是葡萄牙在世界杯六次 面对亚洲球队输掉的第二场比赛 而两次都是败韩国所赐 上一次是在2002年世界杯中被韩国0比1击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